从以前呢 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品牌的车的地盘 这是红旗 作为咱们中国最大的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公司呢 一汽这些年呢 一直没有停止振兴 这个中国非常传统的 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品牌 就是红旗 在一系列的车展上 我们一直都能看到 红旗在推出很多定位 能明显感受到是高档车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车 但是呢 主要都集中在一些SUV上面 而红旗真正拿出来的量产车呢 之前呢 一直都是在轿车这个领域 而这一辆呢 就是红旗的H5 H5呢 也是最近这一两年 推出的一个新一代的红旗的轿车 它是一个中型轿车 而它推出之后呢 曾经在中国的CNCAP 也就是咱们目前来讲 作为国内被动测试的安全标准的一个测试评估体系下 这辆车呢 拿到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就是在撞击测试当中获得了轿车类的最高分 那我想这也表明这个厂家对于重新振兴红旗这个品牌呢 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不遗余力 那它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高的分数呢 当然我觉得和它的车身结构 以及高强度钢 这些材料的使用呢 是分不开的 这辆红旗H5呢 它整个车身架构的材料呢 有60%以上 都用的是高强度钢 那当然了 今天呢 我们看的主要还是它的一个底盘 从底盘的状况来观察呢 你就发现它应该经历了一个很严酷的试乘试驾体验呢 所以你看它底盘呢 沾了非常多的尘土 那同时呢 在一些位置呢 你还可以看到 和地面可能有一些刮蹭的情况 当它磨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纤维层表面已经被磨掉一块 但是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支撑的骨板 有它的存在就很好的保证了 它上面的这些关键部件的安全 当你从这个方向往后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底盘封闭的非常严谨 除了排气管的部分 你能看到它裸露在外之外 其他的地方几乎完全是非常平整 完全平的封闭起来了 那你看它无论它的前部 到中部发动机变速箱的部位 那么再到两侧 都是有着护板来把它全部贴起来的 往后去看之前呢 既然在前面 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前部的悬挂系统 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个明显的下边的插臂 那上面是一个麦夫逊的支柱 那它就是一个前麦夫逊的独立悬挂 一般像这类的前驱车呢 它当然都会是用这样的一个悬挂系统 虽然这个前麦夫逊的独立悬挂 是一个很标准化的设计啊 但是其实还是应该注意到一点 就是它的下控制壁很粗壮 很厚实 它是双层的 那一般呢 在看这类的麦夫逊悬挂的时候呢 一些紧凑型的车 你会发现它往往会只使用单层的下控制壁 也就是说它下面这块板是不存在的 它只有上面这块板 那你看这辆车呢 它是上下两块板 然后封闭在一起 焊接在一起 形成了这样的下控制壁 这个下控制壁是相当坚固的一个设计 它是连在哪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钢质的辐车架 那在它的前边呢 是纤维的护板 而辐车架本身呢 是纯钢 所以它底部的坚固度是非常高的 其实它自身除了担当辐车架以外 那它自我保护的作用也是很强的 那在这块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和它这个麦夫逊支柱相连接的 有一根很长的细连杆 下面有一根稳定杆 那么这就是带有前稳定杆的悬挂咯 那在这个转向拉杆呢 是位于它的脚后跟的位置 那它的车轮支架呢 是也是钢的 前刹车盘 它前刹车盘是双层 中间有通风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内通风式的前刹车盘 那从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一个隔热的金属护板 那这个金属护板呢 基本是一个镂空的状态 它是既要保护又要散热 那从这往上看 也能看到排气管的软连接的部位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所以当你从这个 它前面能够完全封死的 这个状态来说呢 你就知道 它的涡轮增压器一定不位于发动机的前方 而是位于发动机的后方 这一块往后延伸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仍然给加了护板 按照常理呢 这个下边只是排气管 可能连大众相应的车型呢 都不会在这底下给它加这么大一块钢的护板 那这个护板是干嘛用的呢 我的感觉 这个护板它不是用来保护的 这个护板是用来加强车身前部的钢度的 在车身的中部又出现了一块横拉的加强的钢板 那这块钢板呢 仍然你感觉到就是这台车很注重它的坚固性 它这块钢板非常宽 那么相似的底盘建设比较多了 往往呢 一般这块横拉的这块钢板呢 大概宽度大概只有这块钢板的三分之二左右 所以这块钢板是很宽的 那我们往后走呢 你就会看到它两侧 非常严格的封闭 那这两侧的封闭呢 它用的是塑料板 把车底部完全封闭 你基本上看不到任何金属的部分 封的很严实 那在这个护板的边上呢 这是抵达边的位置 在抵达边的位置呢 护板没有到达的地方呢 它全部都有了喷涂 用防护胶把它喷起来了 基本上金属的表面也没有裸露出来 都有了防锈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注重防锈 注重使用寿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上的设计 同时呢 这条底大边呢 也是值得说一下了 就是它怎么能达到最高的撞击测试的分数呢 它是用滚压的方法来制造它的 那这种制造工艺呢 可以呢 加工强度很大的缸 那比它强度更大的缸在哪呢 就是位于这个位置的向上的地方 就是它的B柱 以及前面的位置向上的地方 就是它的A柱 这台车的A柱和B柱呢 完全都是用热成型缸来制造的 那也就是超高强度缸 或者说是极高强度缸 那这形成了一个强度很大的车身的立体的龙形结构 那这个时候呢 在装机测试当中 它的变形度就会是最小的 它的车造型看起来很有苦配的感觉 它无论是A柱还是C柱 都相当的清晰 有一种车前后拉长的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台车的轴距真的是不短 它的轴距可以达到2875 当今的中型轿车里 它属于一种长轴距的设计 那我们现在向后走呢 你就看到它的油箱 这个油箱呢 制造很规整 它正好跨过排气管 形成一个基本对称的形态 但是呢 不是完全对称 它的右侧稍微薄一点 左侧稍微厚一点 而它的加油口呢 是从左侧向上延伸的 后面紧贴着油箱的位置 你会看到它的后覆射架 这是一个相当结实 而且体量很大的钢质的覆射架 很大 这个覆射架是怎么固定的呢 就是前面两个点 后面两个点 形成一个插状的四点的固定 然后中间呢 有两根向前沿的横梁 其中呢 最强度最大的横梁是这根 那么这根呢 略微的轻盈一些 它们中间呢 还有一个支撑 把它加固的更结实 那么这两根横梁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来连接它的车轮悬挂的 那车轮悬挂呢 你从这个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近乎于平行的两根连杆 一根呢 连在这 覆射架的这头 一根呢 连在覆射架的这头 这个连杆 它的体积也很大 除了它下边的这个主控制壁 是承托弹簧 以及它的减震器的 这根主控制壁之外呢 那么你还会看到 它前面这根连杆 这根钢制的连杆 它比很多我见过的车要更粗壮 相当的粗壮 那它的上面呢 是上控制壁 这个上控制壁呢 是它的这个 是一个铸钢的控制壁 然后就看到了 这个两个控制壁之间 出现了一个纵向的刀壁 那这个很典型 是一四连杆的多连杆全挂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后刹车盘的直径 和前刹车盘很接近 并不会让你感觉 后刹车盘比前刹车盘 明显的小很多 后刹车盘相当大 但是它呢 当然它的刹车强度 没有前刹车盘那么大了 摩擦面相对比较窄一些 它刹车卡前的规格 也比前刹车盘要小一些 另外呢 它是单片式的刹车盘 这个呢 也是一种典型的设计 很常见 那往后走 我们会看到它的排气的尾包 这个尾包呢 可能会使一些 喜欢排气管向后外露 而不是这个隐藏式的 这个消费者感到比较舒服 很大的尾包 两侧对称的两根排气管 直接向后方延伸 那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方式 就是会把 后排气管和后保险杠 本身呢 在结构上呢 完全分离开来 那呢 排气管会在这个位置结束 向下排气 而后边呢 直接用一个 看起来好像有排气管的装饰品 来做 而这辆车呢 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当然这种方式 但是有些喜欢传统的排气管向后延伸 能够突出一种性能感的 这个消费者呢 会觉得那样的装饰没有意思 喜欢更喜欢更真实的排气管 向后排气的那种感觉 在这辆车上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清晰的 这个后排气装置 而且这个后排气呢 它到尾部的时候 它排气管会给它做成了 和装饰边一样的这种长方形 扁长的这样的一个排气口 那我想呢 这主要是为了